2024最热门的剧几乎都集中在上半年 像是大获成功的《庆余年》、《雨凤行》、《墨雨云间》、《玫瑰的故事》等 下半年剧大盘暴冷 许多原本万众瞩目的重磅古装剧 播放效果却跌破大家眼镜 不过也还是有些剧播得不错 像是迎来大结局的锦绣安宁就是近期黑马剧 本来大家都不看好 没想到锦绣安宁收视超越了同期的《春花宴》和《七夜雪》 以下十部收视《创家记》2024下半年剧 通常剧集数越长、网播量越高 因此网友习惯用每集平均的网播量 来观察一部剧的播放效果 通常集军网播量冲破3000万 就算小有话题的热门剧了 而今年冲出高网播量的剧都集中在上半年 《庆余凤行》、《墨雨云间》、《玫瑰的故事》 集军网播量都冲破5000万大关 庆余年冲破1亿大关 下半年电视剧《大盘》就显得比较冷一点 许多万众瞩目的暑期档剧、S家古装剧 都播得没有想象中好 不过下半年也还是有些剧小小走热 像是最近的锦绣安宁网播走势 热度都不错 目前锦绣安宁开播不到一个月 集军网播量冲上1776万亿集 后续肯定还会再上涨 网播效果胜过同期热播的《春花宴》和《七夜雪》 算是下半年有走热的古装剧了 一、《鸿鸣号》、《何宇》、《狐连心》 《少年白马醉春风》播放量平均2385万亿集 《少年白马醉春风》和高频武侠剧《少年歌行》 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所以开播前拥有高期待 但却没有像《少年歌行》那么广受好评 《少年白马醉春风》已经算是下半年播的还可以的古偶剧了 只是评价不高 明明是武侠剧 却没有引人入胜的打戏 都靠特效来撑场面 如果是没看过《少年歌行》的人追 失望感可能不会那么重 但两部一对比 观感就差很多 讲述镇西侯府小公子百里东军自幼顽劣 不好诗书武艺 却独号酿酒 只因与好友叶云有过要成为酒仙的约定 但是命运却由不得他选择 最终他败入高人门下习武 并重逢了已经改名的叶云 然而叶云遭人利用 百里东军既要救下苍生 亦要拯救自己的好友 二 黄景瑜 张宇 王子齐 雪迷宫播放量 平均2724万亿集 雪迷宫号称张艺谋监制的第一部网剧 悬疑行真题材 找来黄景瑜 王子齐搭档 雪迷宫拍得挺引人入胜 节奏快 还有不少高燃枪战于打戏 不是热门题材 但播放效果不错 赢过不少大制作古偶剧呢 雪迷宫讲述1997年 禁毒局尚未成立 面对突然爆发的毒品危机 东北哈兰市临时组建了一支精英队伍 年轻刑警们勇敢对抗穷凶极恶的贩毒集团 三 赵金脉 张灵鹤杜华年播放量平均2744万亿集 杜华年找来赵金脉 张灵鹤主演 这部剧是七月的话题剧 虽然和往年的大爆款相比 热度和成绩还是有差距 但杜华年已经算是下半年播的比较好的古装偶像剧了 杜华年是双重生的设定 走清喜剧风格 甜蜜中带点搞笑 剧情有亮点 杜华年讲述大夏朝的长公主李荣 与当朝首府裴文轩 本来是一对中年怨偶 两人死后重启人生 想改变上一世的结局 却发现原来上一世两人之间充满误会 最终从仇人变好友 再变情人的故事 4 马依利 同大为错位播放量平均2800万亿集 错位是爱奇艺迷雾剧场 近年还蛮值得追的悬疑剧 讲述刑警江光明和石洛 在调查一起案件时 偶然发现作家顾以明的小说中 所描绘的犯罪现场 与自己正在调查的案件离奇重合 小说的出现 将他们引向了更深的谜局 比起悬疑 错位更侧重在人性的描写 剧里每个角色都有双面属性 如果是冲着悬疑剧开追的观众 可能会有点小失望 因为悬疑部分拍得不太有紧张感 但错位 仍是今年暑期档评价不错的剧 豆瓣评分达7.1 5 谭松韵 徐凯你比星光美丽 播放量平均3116万亿集 不得不说 谭松韵的收视号召力真的厉害 近年他推出的归录 向风而行和请教我总监 每一部剧都顺利走热 而你比星光美丽 网播量冲破10亿大关 也暂居湖南卫视收视第一 谭松韵真正是收视女王 你比星光美丽改编自九月西的小说 讲述女主寄星走上创业之路 她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总裁韩婷的支持 两人日久生情的故事 你比星光美丽 剧情其实一般 老套 没心意 幸而两位主演称其整部剧 徐凯演霸道总裁苏感很强 而谭松韵演技自然讨喜 所以还是吸引好多剧迷躺平坑底 六张艺 秦岚九部的检察官播放量平均3660万亿集 九部的检察官是一部以检察官为背景的犯罪剧 找来狂飙张艺以及演习攻略秦岚搭档 看到这个阵容就让人想追啊 该剧上线后 在爱奇艺热度火速冲破九千大关 已经是今年爱奇艺播的比较好的剧了 剧里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牵扯到一个惊天大案 大案和小案双线并行 九部的检察官剧情有悬疑感 不拖沓 而且不会很严肃无聊 反而带有一点清喜剧的感觉 讲述雷旭空降到未成年人检察部 与检察官都子余等人成为同事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时 案件突然发生逆转 看似毫无关联的几个案子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7.郭麒麟 吴振宇 边水往事播放量平均3739万亿集 边水往事是下半年让人惊喜的黑马剧 找来坠续郭麒麟 搭档港星吴振宇 讲述男主沈兴为了混口饭吃 投奔在三边坡当包工头的舅舅 然而舅舅却失踪了 沈兴急着给工人们发工资 但也因此背上巨债 为了还债 沈兴成为猜书手下的一名司机 为深山中的各方势力运送物资 展开的冒险故事 边水往事有点公路冒险剧的感觉 他题材冷门 不是热门的国偶剧或甜宠剧 但真的值得追 一个接着一个事件 节奏很紧凑 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两面性 各方势力的利益交织 剧情反转又反转 不看到最后 根本猜不到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好看 边水往事 在豆瓣开出8.0的高分 8 樱桃 王霄凡人歌播放量平均3761万亿集 都市剧凡人歌是金牌公司制作 有打造过知否 欢乐颂的正午阳光出品 剧情从三个年龄层的夫妻 情侣的困境展开 中年失业 主妇回归职场 夫妻对于前价值观差异 剧情狗血 但有现实感 热播时 三条主线都挺有话题 凡人歌 讲述全职主妇沈林 原本生活安稳美满 丈夫纳伟 却中年失业 百万年薪的程序员纳卷 因高强度工作患了惊恐症 女友李小月却无法理解 公务员沈磊安于现状 然而妻子母亲生病了 他们没钱给谢母最好的治疗 这导致两人分歧越来越大 9、杨子、张婉逸 《长相思》第二季播放量 平均4522万亿集 《长相思》是去年暑期档的大爆剧 不仅是2023年网播量最高的古装剧 而且获得一面倒好评 时隔一年 《长相思》第二季终于上线 本来观众都看好《长相思》第二季 能延续去年热闹的盛况 热度再网上推一把 可惜《长相思》第二季口碑全崩盘 《长相思》两季是一起拍的 只是被拆开来播 这导致观众追剧热情消退 还引发魔改争议 豆瓣评分仅5.9 不过《长相思》第二季热度还是挺高 热播时有讨论话题 播放效果也不差 时 杨旭文 杨志刚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播放量平均4792万亿集 《唐朝鬼事录》是2022评价 很好的古装探案剧 没有流量明星 没有S家大制作 却靠着精湛的剧情 冲出好口碑 而第二季口碑依然好 原班人马回归 特效 武打都更加精致 悬疑氛围在线 逻辑推理 严密不详致 剧情流畅 《鬼位十足》 《唐朝鬼事录》两季在豆瓣评分都冲破8分 第二季更高达8.6 故事讲述 在繁华的大唐盛世之下发生的一系列奇闻异事 武艺高强的卢灵峰和敌宫亲传弟子苏无明 从户部对付到惺惺相惜 合作共破鬼案 武艺高强的卢灵